大家好我是菜刀 今天我们给大家录我们这个欢乐国战的新的一期视频 鉴于这个以往那个这个欢乐国战感觉这个视频啊长都有点长 所以这期欢乐国战的视频呢相对来说短一些 大概只有六局录像以往的话都十几局 所以说这期我可能会分成两部分来做 也就是今天可以大家可以理解为这个新的一期欢乐国战视频的上半部分 好了这样的话大家看起来不会特别累啊时间有点长对不对 今天的录像呢刚才已经说了有六局 然后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欢乐国战能够给大家带来哪些欢乐啊 首先既然是欢乐国战大家不要追求这个太多太多这个技术层面的东西 看完以后图个乐就好了对吧 毕竟对吧有的朋友说玩游戏就是为了图开心的 输赢无所谓对吧 有的人可能是这样的 好了我们第一句录像叫做没有桃子的为国好搞笑呀 那么我们看此局 主持人这个是玄奖框是这个群雄和吴国的 选择这个画图蔡文基啊就是俗称这个最恶心人的组合是吧 其实这个组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恶心人啊 蔡文基在我的眼里绝对不是一个大爷一样的人物 在我的眼里蔡文基也是个孙子一样的人物 好了我们废话不多说看牌局 一号位的点将军抢了首量表示大卫不怂开团了 三血连维李典表示既然出来了对不对 直接出来这个李典的ID有点像我粉丝哦 然后大卫表示开团了开团了 哎呦好像还有一个卫国司马懿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四个卫国 那么问题来了 司马敦你为什么要刚列这个点尾呢 对吧 而且刚列的时候许映为什么不弃牌呢 难道为了驱虎 如果为了驱虎的话有点丧病哦 你有陶吗 而且你是点尾的吧 你可以强袭掉血嘛对吧 这也是莫名其妙的 好的驱虎 掉血 这样的话驱到一个大K浪费一个陶子 魏国表示就是浪从来不怂 掉血强袭 也可能是生气了 因为司马敦刚列他了 这司马敦确实很二啊 确实很二 居然刚列队友 这样的话 戴爱出了个陶子救下巡运 说巡运不能死 其实戴爱我就不救了 因为你救了他 再也一血一手半过 然后一会被我爱杀怎么办 比如说是个加血连文手 多可怕 然后我们呢 离扁许楚 连弩 怼下家 然后瞬间五号尾头管 表示没陶 这个连弩感觉好无可怕呀 就别救了吧 旧的话 旺旭还能摸两张牌 李典 继续图还是很可怕的 杀甲曲有闪 李典表示没杀 放弹丸 给队友这个配合一下 旺旭 无打旺旭 好像有无懈可击的样子 旺旭 刚令 旺旺旭 不要反馈 有桃吗 这个怎么回事 这个不给寻宇打个无限吗 如果没桃的话 这个李典 这个李典器牌是没有无限可击的 李典器牌 难道无限可击是他们的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这样的话 四个卫国加起来没有桃子 寻宇死了 李典裸奔了 然后这样的话 假取配个貂蝉 好可怕呀 李典裸奔 寻宇也是没有 这个司马懿也是没有无限可击的 就这样的话 四个卫国就这么 崩盘了 就这么崩盘了 兄弟们 我真的觉得 怎么讲呢 可能可能就是当时这个玩家在玩这游戏的时候觉得特别好笑是吧 确实挺逗玩的 这四个卫国 死于什么呢 死于无脑浪什么 刚烈 刚烈队友对手掉血 浪费桃子 真的浪费桃子 当然如果当时 如果司马懿当时不刚烈寻宇 寻宇掉血的话 有一个桃就赢了 对吧 哎呦 这延连温宇这个皮肤配音还是挺逗的 是吗 这样的话 我们的四个卫国就这么崩崩达 然后其实三个群雄 这三个群雄有甲鱼雕调柴 但是相对于这四个卫国来说 还是很弱很弱的 就这么崩盘了 我们的大月亮什么都没干 他就是一个三显白板 好的 我们看下一句录像 双头填锋六连斩 有人说 为什么不是七连斩的吗 且看此局 主持者是来自于我们这个一区的朋友 选择了双头填锋 非常犀利的一个组合 这个组合属于一个就是说 如果全场都惨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犀利的组合 南蛮入侵 南蛮入侵 一号位南蛮入侵 灯碍 红盘登 我们的严良文丑被看了 内裤 灯碍拿南蛮 灯碍拿南蛮 主持人赶紧拿个杀 别掉血了 对吧 灯碍表示 我是卫国的 放南蛮 为什么要先乐呢 灯碍 对吧 先放南蛮再乐不行吗 然后怼 怼 再怼 刘备 有人给刘备打了无险可击 但不一定是蜀国的 只能说飞卫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可能在骗牌啊 想要刘备给他牌啊 掛白云狮子放万剑 有点无脑咯 有点无脑咯 有曹操还放万剑 二号位给自己打了一个无险可击 如果二号位是卫国的话 刚才应该会给这个 刘备的乐不四处打反无险 所以说二号也不是飞卫的 寻玉 挂装备 放万剑 意思就是让寻玉给他诫命 寻玉说要死了要死了 没有杀啊 我们的主持人 快来与我等 决一死战 这个一手一骂啊 双雄判断也是红 来个黑啊 终于来黑了什么 加一马决斗 连赢又是红 不过还有一张决斗啊 只要寻玉别给自己解密就行了 给自己解密一张杀就积极死密达了对吧 快来与我等决一死战 终于来一张黑啊 卫国还有桃子吗 草操还有个桃子 寻玉又给草操解密了 还是没给自己解密 那就继续决斗 来了辆红牌 能打死吗 打死了 有两辆黑啊还不错 决斗仁爱 那只能拼杀对不对 那这时候只能火攻灯爱了 希望灯爱亮红牌吧 诶果然灯爱没有黑牌 没有黑牌的话 只能亮红牌 就没有办法了对吧 军不知臣 臣不知君 张力有神棍 那边还有一个卫国的 决斗司马 这样的话司马懿就死了 因为他不管反馈哪张牌都是死 拆一下曹操 收了司马 又是三张牌 来个无中生又还不错 卫国已经死了三个了 而且剩下的一个卫国人呢 是个曹操下欧敦 对吧 决斗下欧敦有点亏 对吧 先干死月鹰再说 也没有什么问题 顺手先扬 四张决斗 五号梦中杀人 应该三五 那就没有办法了是吧 哎呦真牛逼 死剑拆掉了曹操的酒 来了那张红牌 这时主持人一直也没有找到桃子 挺悲剧的 继续干那个案件 又干掉了一个 这样的话完美六连斩 完美六连斩 是吧 就剩下最后一名玩家了 决斗 关羽在此 然后游戏结束 这就是什么呀 叫做 炎联温丑六连斩 为完美替二哥打工 真的是很应景的 为什么叫很应景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我们的这个历史上呢 我们的炎联温丑呢 是被二哥给干掉的 当然有人说是 只是小说里 有人说正史的三国 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无所谓啊 因为我们后人嘛 我们都是看小说的嘛 对吧 反正很应景 对吧 真的炎联温丑果然是被关羽课 有些时候 这个不得不佩服我们这个 不得不佩服我们这个叫什么 就是三国杀这个武将技能的 这个设计者 真的 设计的技能都是特别特别的应景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曹操的技能 课袁绍的技能 对吧 然后这个炎联温丑的技能 是不是被关羽的技能课 还有那个什么 华雄当年被关羽课了 华雄的技能也被关羽课 等等等等等等 对不对 这设计技能设计的都是特别有意思的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下一剧录像 叫做喜欢鞭尸 让你喜欢鞭尸 把自己玩搜了发 好了 我们这个也是带动一下气氛 看看我们这一剧录像 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的主持者是九屈的朋友 选择了我们这龙凤组合 对不对 卧龙凤组 然后骑手那个牌还可以 真姬 手量 魏国就是这么浪 对吧 从来不怂 小兽 我的郭小兽出来了 我的这个 对吧 郭小兽的老公也出来了 然后郭小兽的主公也出来了 瞬间大卫四连洞从来没赢过呀 是吗 好了我们看这一局啊 铁锁连环 铁锁连环 有没有严实紧囊呢 如果有点乐呀 什么就牛逼了 比如说把二号给乐上 这就牛逼了 教主 我也认为教主 只是个邓爱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邓爱你为何如此之怂呢 是当时放南卫二星的时候 邓爱是不是没有杀啊 掉血了呀 我没注意啊 好像是没有杀掉血了 不管怎么样 真的有字啊 这个就很惨了 然后这个 这人还不亮吗 吕布 九杀 曹操 三千刀 寡 司马懿 对吧 这个四个卫国已经这么强大了 有些时候就是要不要命的去输出 才有机会嘛 对吧 这个为什么要顺一下队友 顺一下敌人来火攻自己呢 然后曹操 两条 放关键齐发 给国家打了个武器 不想让国家亮血 我觉得还不如给祝容打武器了呢 真的 国家想卖就让他卖呗 两张牌不一定有九条 对吧 就打一波了嘛 这一波输出 然而这一波 连动 吕布打了三点伤害 沃龙打了 一个火攻的伤害 加一个万剑的伤害 然后祝容打了一个九杀 魏国的桃子无奈 好也多了 不过魏国现在都已经残了 现在对于盟军来说 最害怕什么呢 第一最害怕死人 对吧 除了灯岸以外 灯岸是必死之人啊 这三个人第一 害怕死人 第二害怕他们摸到桃源结役 因为这个排队的桃源结役 好像没有注意啊 没有见 然后曹操徐处 开始浪啊 开始浪罗伊了 有距离吗 万剑启发 国无限 原来有距离 那还可以 哦 那个距离好像是火攻的时候 三剑刀送的是吗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的吕布 懂胖胖 就araoh 这时候 双神速把这个 祝容戴飞 没有问题 卧龙一血 灵手牌被乐了 我们魏国 基本上还可以再联动一轮 也没有任何问题 然而魏国这轮好像又没有摸得好 这是曹操许楚 不知道为什么要裸依杀这个卧龙 关键是裸依杀完卧龙以后 还要发动一下三尖刀 表示发动三尖刀比较帅 而且有几命空间 那孟天来的寻院有血猫 开始鞭尸了 这个曹操许楚 看着烂了 真鸡 还有远郊进攻送牌 都什么时候了 远郊进攻送牌 国家有个曹 那现在就只能连 其实这下连还不如连司马懿了 但是司马懿感觉比较死真鸡转 如果有曹能救真鸡 那也是输呀 不管怎么样 来了个No.7 这样的话 徐玉就死了 其实如果曹操当时不憋尸 多打那一下真鸡真鸡也许就不会死了 对吧 真鸡多一滴血就真的不会死了 是吧 曹操还编尸吗 曹操 曹操我就问你还编尸吗 不管怎么样 编尸是没有好下场的 让你大卫国嚣张 说的好对吧 曾经我在直播的时候说过一句话 说的非常好 叫什么优势局一定一定要求稳 因为稳了 你就必胜了 如果你在那浪 浪输了 你虽然优势局你在那浪 浪完了以后还赢了 你会觉得更加开心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浪输了 你会非常难过 无比的难过 觉得自己就是二逼 但是你求稳赢了 你依然很开心 只是没有那么开心而已 对不对 开心就可以了吗 做人嘛 不要太贪 然后我们看下一句录像 叫做 李典 徐楚 联努 直接 武杀 看到武杀这个词语呢 就想到我最近在玩的一款游戏 对吧 就是我们的农药 对吧 好了 我们不说农药了 看这个游戏 看这个牌局 我们在主持人家 选到了非常有信仰的 这个一区 无垢风中的朋友 选到了非常有信仰的 零点区处组合 这个组合也就是 也是我的一个成名之战 对吧 一回合打出了45点伤害 直接让我的队友曹丕 标到了40多招手牌 好了 我们看牌局 起手连赌 两张杀 非常犀利 可惜 手量被抢了 这个大奶也是非常的讨厌 非常讨厌 白银狮子八卦针 无脑丢这个 无脑丢这个东西啊 无脑丢这个嘉一马 嘉一马这种东西都能丢 也是非常非常的无脑啊 等爱 队友出来了 看看出来几个队友 卧龙 针机 两个队友 那么四上香 大概率就会去打 这个灯爱和针机了 然而 拼点日狗 乐上灯爱 只能气牌够路 还能火攻一下 然后那四二位托管的话 就不是特别像魏国了 主持者就应该毫不犹豫的拿一张杀了 其实主持者这时候拿杀信号已经很明显了 因为五谷风灯 五谷风灯里面有无蟹 对吧 有陶 主持者都不拿 这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主持者就是有联络了 想干事的 那么直接亮离点 这个排序不是特别好 他感觉 是不是 好像是亮离点 然后预亮裸依好点 不无所谓啦 大丈夫 何居小吉 这都烫 我们的孔大容 也是表示 好 他妈疼啊 主持者 运气也是非常好 权是杀啊 权杀 继续 应该先用普通杀 留一张刀 留火杀 一会万一有铁子连环就牛逼了 这样的话我们到孔大荣 古德巴矮了 原来还是个老板 顺手牵羊 保证联动 最为重要 杀 管他是不是队友呢 干 也许刚才 哎呦 这手牌 好犀利啊 这手牌 哎呦 我全是输出牌 连个闪都没有 好他妈可怕啊 兄弟们真的 太可怕了 真的这手牌 看着都吓人 然后周泰 一看是周泰啊 周泰说中国压是废物 主持人一看周泰杀香香去了 拆到八国队去杀孙上香了 这个没有问题啊 你杀周泰的话 太亏了知道吧 太浪费输出了 如果后面忘记的牌 没有杀的话 就真的浪费输出了 对吧 把泰尔茨跟八号位打死 再去打周泰啊 而且还有嫌疑嘛 这个邓爱说 孙上香三个桃子吧 就是他有五个桃子 也得救不活自己了 兄弟 这样的话 又来两张杀 这运气真的是爆表呀 兄弟们 真的是神一样的运气啊 黑不动啊 就这样 孙上香也是古得败了 又来一条无气可击和杀 好可怕 好可怕 又来一条杀和决斗 真的好可怕 一会可以用决斗去 一会可以用决斗去打死这个猪狗亮吧 不过这个大桥既然亮出来 我们就直接决斗这个大桥了 这样的话 大桥就被决斗死了 周泰就 继续决斗 周泰表示 周泰表示一群傻逼队友什么 说大桥呢 因为大桥第一刀不流离啊 也是莫名其妙的 这样的话 卧龙表示我其实只有一张黑 我也没有办法 对吧 开始怼僵尸 打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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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酒杀 主角没有喝过酒的 对吧 因为一会酒杀卧龙 杀重的概率太低了 周泰 这是几步驱啊 六步驱 六九一二 有两个一是吧 求一个桶就可以了 但是卧龙也没有桶 卧龙也是托管放弃了 主持人家这个表示 好爽啊 好爽啊 这个真机跟灯爱表示 真机跟灯爱表示 卧槽发生了什么 这个零点徐楚有这么厉害 看来 看完这级录像以后 我要买个徐楚啊 真的 必须买个徐楚 不买徐楚 对吧 就不平衡了 别人都有徐楚 我没有徐楚 那还怎么玩 是吧 好了 我们看下级录像 一刀一个小朋友 什么叫一刀一个小朋友呢 然后我们看 主持人家这级录像 主持人家来自我们酒区的朋友 选择了我们的 点尾徐楚啊 也是一个输出机器啊 点尾和徐楚输出 输出狂魔啊 这组合还是非常犀利的 七手一万剑 以九杀啊 感觉好厉害 这牌可以七手 直接裸一啊 双量裸一啊 万剑九杀强袭 基本上可以秒一个人啊 应该出普通杀啊 万一摸到铁锁呢 不过这个南蛮入侵 比较尴尬 手量可能要被抢了 没有手量 没有被抢 那还行啊 直接双量 摸牌 破 破 南蛮入侵 那么多三血不卖的 真的是想打谁就打谁 再放个万剑 七手这个三个AOE 后面又扛 扛不住了 后面 闪 闪 闪 无懈可击 决斗 裸一决斗啊 非常犀利 死一个 哎哟 还有曹丕 原来下家是个队友曹丕 九杀 再带走一个 裸一九杀 求三头 再带走一个 周瑜孙奔 我们还有一个强袭 又带走一个 然后这个一号位说 一号位说 你马这样好帅的感觉 确实很帅啊 兄弟啊 确实很帅啊 我也觉得这个点位 徐出好帅 是真的好帅 不是假的好帅 我们的曹丕 在后面打扫打扫战场 就好了 对吧 古和拆桥 古和拆桥 又一拆俩头 杀 火公 火公 管你是谁呢 那你这个乐就有点坑爹了 曹丕对不对 你应该乐七号位的 然后 哎 哎哎哎 怎么都是卫国呀 那某问题来 这个张良寻遇 当时为什么不解命呢 莫名其妙的 难道曹丕带有 邹氏的清国 清城吗 对吧 然后祸水是吧 应该是祸水啊 那个技能叫祸水 不管怎么样 这局 游戏结束了 也是 三血不卖 就是这么可怜 所以说 看完这局录像呢 我也就是跟大家讲了 为什么 现在打路人国战啊 兄弟们 就是 尽量啊 就是如果你的选拳方 有一个四血组合 有一个三血组合 强度差别 又不算说 特别特别大的时候 尽量还是选四血的 因为三血组合 真的是太容易死了 除非你是卫国 你不是卫国的话 真的 只要你三血不卖 那卫国人就盯着你 跟杀父仇人一样 一定要弄死你了 所以说 对吧 你懂的 好了 本期的欢乐国战呢 应该就到这里了 也是这个五局录像啊 带给大家 希望大家看完以后 能够这个开心 哎 我这个 这期视频刚开始的时候 说的是不是六局啊 如果说了六局的话 可能就说错了 好了 不管怎么样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支持 我们这个等到下半期视频再见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么精彩录像 可以发到这个屏幕下方 这个投稿邮箱 533-49927 at kq.com 533-49927 at kq.com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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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